60岁公司高管老王娶了一位小自己30岁的妻子 未奈 虽然老王事业有成 年老多金 但是结婚没多久 老王那颗高傲的头颅就再也没有停起来过 虽然妻子嘴上说没事 但是老王知道那一定只是妻子体贴的谎言 这天早上 老王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去公司上班 半路忘记有重要文件没有拿 就赶忙回去取 不料刚好撞见妻子未奈一个人 在沙发上做着不堪入目的事情 正巧目睹一切的老王 心里顿时变得十分沉重起来 积攒多年的内疚之情 一下子从心底迸发出来 终于老王坐下来和妻子摊牌 一方面对自己多年的无能表示难过 另一方面表示自己将会进最大努力 帮助妻子解决问题 老王表示自己想要帮未奈 招募一名年轻力壮的代理丈夫 不需要尽丈夫之责 只需要帮助妻子未奈解除身体上的寂寞即可 未奈表示 这个建议虽然听起来前所未闻 但也不失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第二天 老王带着来应聘的小李来到家里面试 小李告诉老王和未奈 他那方面的需求很强 一次不多也就三个小时左右 未奈听后十分满意 并要求赶紧和小李签约 老王也认为小李的条件十分符合自己的要求 但为了避免自己老来得子 嘱咐小李一定要带好保护装备 而且要求小李每一次工作都要用摄像机从头到尾记录下来 以便老王日后视察工作的需要 就这样 安排好一切的老王终于安心的出差去了 为了熟悉工作内容 小李次日一大清早便来到了老王家里 小李将设备安排上之后 照料未奈的工作便开始了 这一刻 未奈也终于体验到了和老王在一起这么多年来 从未体验过的力度和速度 这时 人在外地出差的老王 害怕业务部署的小李无法让未奈满意 直接打电话给未奈询问小李的工作情况 不过未奈则表示小李工作得非常勤快 直到现在还在努力地工作 叫老王放心 老王这才安心地挂断电话 慢慢的 小李对这份工作的强度也越发适应起来 为了加快工作的进程 小李甚至叫来了同村失业在家的小张 一起到老王家里工作 雇主未奈对小李的用心工作态度表示十分赞赏 这一天 未奈体验了从未有过的痛苦和快乐 期间 未奈好几次累得昏死在地上 却又被小李和小张无情弄醒 继续被两人强行榨取 一个星期以后 老王终于出差回来了 可是这时家里却再也不见妻子未奈的踪影 只剩下桌子上妻子留下的摄像机 老王看着摄像机里妻子最后的身影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